Hello,各位亲,我是飘在日本的娜娜 好多人都问我,说日本免费送房子还给巨额的装修补贴 那外国人能不能申请呀? 好多人都想说,想申请一个这样免费的房子去日本住呢 其实,日本人可以申请 有长期在留资格的外国人也是可以申请的 但是实际上,即使是免费送房吧 实际申请的人数不是很多的 那很多人就会不明白的说 这种有便宜不占的事儿怎么会没有人申请呢? 想不明白是不是? 那今天我也找了几套比较有意思的房子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看远处的这个房子是不是显得有点旧呀 不过这个是我在都市里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个特别 就是具有日本传统特色的大宅 这个是非常规矩的一个房子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带院子的 而且这个院子里面种了很多的树木啊 只是现在缺乏打理 如果打理的好的话 园林休整的好的话 这个院子肯定特别漂亮 而且里面应该会有一些什么枯山水之类的布景 只是现在衰败了 感觉里面没有人住 但即使这样,能看出来这个房子绝对是精心维护过的 要不然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而且你知道一看这种建筑的房子 绝对是房龄在50年以上呀 没有100年也差不多了 最右边的那个房间其实应该是正门 然后下面是它的主要的活动空间 从侧面可以看到这个,哇,整根整根的原木 这个房龄得有70年以上了吧,我觉得 而且你看,这个很粗的 像现在的建筑是不会有这么粗的木头的 而且你看到上面小的这个木头上 有一点什么黄色褐色的那个 那个应该是之前的金箔 哎呦,这家肯定以前特别有钱,大地主吧 而且你看到它的这个瓦是换过的 不是原来的旧瓦 包括它外面侧面的墙 用的这些木头做的这种翻新 这个也都是后来做的 肯定不是之前做的 而且它外墙也保护得非常好 看不到裂缝 你知道这样一套房子要是整修下来 那也是很贵的 绕到前面看看 可以看到这个还有个前院后院 这个宅子真是不错 很规矩的 只是这些花草树木 哎呀,没有好好修剪 显得有一些破败的感觉 而且你看到它种的那些树嘛 日本很有名的这种山树百树 还有一些应该这个颜色会变的山树 我跟你说 就这一棵树 没有三万日元都下不来 而且每年的维护 是一笔巨额的开枝 可以看到这个窗户上的山栏 这个也都是它们特别有特色的 从正面看一下 从这个地基也能看出来 这个老宅子真是有年头了 因为明显比周围的房子地基都高呢 哎呦,你看着这些树 大概也能知道这个房龄有多少了吧 咱们从这个空旷的角度仔细看一下 你们看那个房顶 房檐上 瓦片上 屋角的这个 虽然不是屋解兽 但是这个应该是一个元宝 刚才我看是一个元宝的形象 这个可能之前是个大户的商人呀 在东京二十三区 像这么规整的一块地 这么规整的大宅 肯定也挺值钱的 而且越来越少了 就光是这个土地 价值也不会低于一亿日元的 但是看起来这个是没有出售 应该是他后人继承的人 也挺有钱的 对这个房子有经过翻新维护 所以保留到现在 看起来是不是 跟想象中的日本的传统大宅 比较契合 像维护的这么好的房子 而且地理位置这么好的地儿 这样的房子是肯定不会送的 能免费赠送的房子 一般都是很久没人维护的 看这个房子明显就是没人住 也没人维护的 是不是显得很破败呀 可是你从房子的结构和建筑风格来看 应该跟那个大宅是同时期的 房龄应该差不多的 但是这样的房子明显就太破败了 这样的房子不维修的话 是没法住人的 给你你要吗 当然也有房龄再新一点的房子 也可以大概看一下 像类似这样的风格 你看这些绿植都没有人维护的话 这些房子应该都没人住 如果是在郊区的话 很难想象 是不是要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啊 当然了 日本的老房子还是多种多样的 不只是这几种 但是不管怎样 这样的房子第一装修费贵 第二离市区太远了 住着不是很方便 即使给了很高的装修费的话 我的话肯定不会去那住的 因为那些高额的装修费 基本装修完了也就没什么钱了 而且有的还是要往里搭钱的 那你有搭的那些钱 你踏踏实实买一个新的房子住着不好吗 看这些新建的一户建小楼 其实用的很多都是新材料 样子也挺漂亮的吧 这么一大户一家人住着不好吗 而且即使是在东京23区 如果不是什么核心区的话 房子也不贵呀 像这样一栋小楼 大概两三百万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了 位置稍微便一点的地方 价格都不算太贵 当然了市中心的一户建肯定很贵呀 差不多也得五百万人民币左右吧 最主要这些房子的位置都很好 离车站也很近 贷款的话一家人跟租金差不多 每个月的还款额压力也不大 那你说干嘛不盖一个新房子住呢 免费赠房的地区 每个地方要求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有的要求40岁以下呀 带一个孩子呀 或者说是你必须得在这儿住满15年呀 所以很多能达到申请条件的人 其实并不多 这些送的房子很多都是离车站特别远 如果不买辆车 开车出行的话就特别不方便 虽然日本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建设哈 但是其实它那些生活配套设施的密度 肯定是不如城市里面的方便 比如说像便利店 可能在城市里每500米就能有一家 有的可能一两百米就有一家 但是在乡村的话可能要隔一千米才能有一家 那你在都市生活习惯了的话 在农村的话可能不那么习惯 而且咱们好多中国人生活水平都挺高的 可能那样的乡村生活不太适应呢 而且那些免费赠送的房子的产权 基本上都是属于比如说原来的主人去世了 或者找不到继承人 完全是无主的房子 那你住进去15年以后呢 这个房子的产权才完全归你 可是如果这个期间有比如说继承人出现的话 那这个产权要怎么处理呢 其实也是一个挺麻烦的事 而且作为外国人来说 处理起来这种事就更麻烦了 对于有孩子的家庭 其实中国家庭都比较注重教育 不太喜欢散养是吧 所以呢在这种乡村是有中小学校 但是你基本上没得挑 就那么固定的几个 你要想得到更好的教育 去选择更好的学校 或者是一些补课班私塾班 培训班的话 你只能去市区 在乡村的话几乎没有 如果有那种家庭的教师的那个 也已经是很基础很基础的 肯定是达不到我们的教育需求呀 所以说呀 要选择日本的免费赠的房子 也是要谨慎哦 那今天就说这么多吧 拜拜喽